开机 今天是一条开箱视频 不过想先给你们看一下 我昨天做了新美甲 免得你们每次都来问我要涂 可以直接解除 这一次我做了一个 这种手绘的新中式的感觉 上面这个条件也是我自己搓的 所以特别有参与感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 先来开这个 这是我买的一个配饰 哎呀 真的好久都没有买东西了 从新疆回来 这是我第一次大批量的买东西 然后这个是我买的一个小尾环 这一家就是风格特别的有趣味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一对水母吧 应该是水母 一个蓝色的一个紫色的 我觉得很有童趣 就看起来非常的可爱 因为它是那种有点像亚克力的感觉 看得清不 它就是那种很清透的颜色 好像糖果一样的 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这一家也是配饰 哇 包的好像个礼物 在这一家我买了一个手链 一个项链 一对耳环 全部都是同一个感觉的 哇 跟我今天的这个指甲好搭 有没有 像是那种银色的珠珠 然后搭配上这种有点像猫眼石的感觉 哇 这个颜色感觉好好看 戴一下 而且它这个很好戴 它这一穿进去就好了 哇 我喜欢这个 这个好看 因为它是有点那种不规则的感觉 这个手链也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还不错 感觉跟我今天的衣服很搭眼 就是那么误打误撞 它这个很好戴 因为它是直接扣上去就好了 我很不喜欢就是那种抓甲一样的 就是需要抠一下 因为我的指甲很不方便 这个珠珠好亮哦 还可以哦 价格也不算很贵 项链好像一百多块钱吧 性价比还不错哦 然后耳环也是这样子的 一个猫眼石配了一颗珍珠 就是那种手工的感觉 这个我喜欢 我喜欢 每次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都特别开心 那我就戴着吧 戴开衣服 这是我的家居服 我特地买了这种有点像小宝宝那种泡泡沙的感觉 它就是那种越洗越软的那种泡泡沙 手感摸起来就是软软糯糯的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很好看 就是那种叶子的形状 深深浅浅 这个秋天在家里穿还挺好的 我还买了另外一套 然后这一件很可爱 因为它这个领子有两个球球 这两个球球是我们家猫最喜欢的东西了 阿里 你们看 咱们好喜欢这个 这个以后就是我的豆猫服了 然后它上面是有几个像这种三角形的形状 很简单也是这种长裤长袖 就秋天刚好在家里就可以穿 马上换季了 也是时候准备一些秋装 这个是我买了一件新中式的 渣染的三件 我买了一件衬衫 一条裤子 一件西装 其实这个平时穿 有一点点小众 哇这个裤腰有点大 我可能需要改一下 但是我是觉得它这个颜色很好看 然后它就是那种比较深的亚麻色 但是这种裤子其实它很容易缩水 就需要熨烫一下 这个是外套 一件很薄的亚麻西装 就如果天气再凉一点 我可以穿这一套出去拍照 有时候拍照的衣服就是需要更多的设计感 这样子才有视觉冲击力 然后日常的话呢 我会还是喜欢穿一些比较简单的衣服 然后这一件 有点像我身上这一件 它这个前面也是有一根这个绑带的 就是那种宽宽松松很随意很休闲的感觉 这件等我上身试了才知道 主要是裤子 我得先去把它改小一点 买了一件T恤 今年真的很少买白蹄 主要是白蹄太容易脏了 哇这一件真的上镜突然曝光了 好白 但是它比较偏薄一点 我觉得再穿几天吧 然后后面就穿不上 然后还买了一条裤子 衬衫还没到 衬衫又是预售的 又是这种有点像渐变压麻的感觉 不过这一条有松紧 所以我应该能够穿 它这个颜色是那种蓝紫蓝紫的感觉 有一点点像那种 苍蝇的眼睛那种偏光色 下一件 每次拆衣服我就想说 可以穿着这些新衣服出去拍拍照什么 有没有想看我出去拍照的 想看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就出了时间多去拍一下 这是一条裙子 也是一条偏夏天一点的裙子 它是这种围过来的感觉 有一点秋天的那种丰收的颜色 就是这种土黄色的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材质 会比较偏薄一点 其实夏天穿得更好 好吧还能穿几天 哎呀他们每一家的盒子 一系过来就乱了 我自己的服装也马上要出了 所以这个盒子什么的 我都订的箱子比较好的 这是一件薄风衣 其实跟我去年买的一件衣服的质地很相似 但这个更薄一点 然后是那种很宽松的感觉 是比较流行的 我们里拉德色系的 但是它比较偏橘一些 我觉得还行 因为没有上升啊 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 它自己的效果怎么样 等两天天气比较冷一点的 这又是一件风衣 这件是个偏深卡其色的风衣 然后它比较薄一点 这件也是一个纯棉的 比一下看看 颜色还不错 但这个尺码对我来说 可能略有一点点大 但因为现在还很热 我现在一下子还穿不了这个衣服 我觉得它比较适合出门拍照 有没有 就是那种比较中性的风格 你们又有个细带了 下一个 这不会是我买的一个花盆吧 因为你们看到我后面没有 我那幅画换掉了 然后我的地毯也换掉了 因为到时候 我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做拍视频 所以把这个盆 稍微布置得简单了一点 然后上面那个 是我品牌的名字 手写的 原本是在买个绿植的 但因为还没有出去买 所以我就先买了一盆这种 九生花 应该算干花 但我觉得很好看 我们家就是定时要换干花 因为阿里特别喜欢要 他每次都把它抓到到处就去 所以这个对我家来说是个消耗 自从我的开箱神器丢了之后 我拆箱都没有那么力度 哇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花盆 这么大呀 好重哦 这个花盆 有那种琉璃的感觉了 哦这个颜色好好看哦 新到粉色的 哇好扎实哦 这个我放到上面的时候 我一定要把下面粘住 或者我的猫会把我的这个盆子给推下来 他们很喜欢这样动动动 那个花盆就掉下来了 他们家我买过好几次 我觉得芝兰还挺不错的 而且主题人的审美很好 所以它这个花就是很漂亮 我们先拆开 完了完了完了 它全是碎碎 看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造型 有几只芦苇 然后还有两只那个绣球花 好香哦 我觉得好好看哦 这是那种很温柔的感觉 我准备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吧 OK 我把它放在了我的那个音响上面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好看对不对 然后我这个景慢慢的就成型了 然后今天的快递就只有这么多了 是不是感觉今天视频有点短呢 我觉得没有关系 过来你跟我多拍一点视频照片 再发给你们看吧 那今天就直接这样结社吧 你们不会说我随视频吧